你没听错兄弟们 小日本川崎重工购买了奇瑞七千多台发动机 感兴趣的兄弟们可以查一查 型号为SQR372 为啥国人都瞧不起的奇瑞品牌 为啥到了国外却成了香饱饱呢 其实早在2013年6月 奇瑞汽车就与小日本著名的川崎重工签订了合同 向日本出口发动机 还有2006年奇瑞汽车就开始向菲亚特公司提供发动机 从2013年开始 奇瑞汽车又开始向美国汽车生产厂家出口发动机 包括一些500强的一个企业 那么问题来了 国人都瞧不起的奇瑞汽车 为啥到了国外就成了香饱饱了呢 首先奇瑞的发动机的质量自保百万公里 随随便便跑个几十万公里 没事不烧也不漏 皮色耐用稳定性好 最主要的是不仅动力充沛 油耗还低 声音还小 并且面对众多2.0T沃轮汽车发动机 都加95毫汽油 在这个汽油越来越贵的年代 奇瑞的2.0T发动机只需要加92毫汽油就可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会省不少的 既拥有日系发动机的耐用性 又拥有德系发动机的动力 是一款非常完美的一款发动机 也许你会吐槽奇瑞的底牌 变速箱 整体的这个内饰的做工工艺 用料 也许你会吐槽这些 但是你不能吐槽它的发动机 真的是技术是一流的 比如说日系的发动机大家都知道非常耐用 但是动力不行 大家都知道德系发动机动力非常好 加速非常快 但是耐用性不行 后期公路数大了 容易出现漏或者烧的问题 而奇瑞的发动机 这样的问题都不会发生 既耐用又不会出现烧漏的问题 油耗还低 那么四平坚的小伙伴 有没有奇瑞车主 或者你们对奇瑞的发动机有什么看法 还是想法说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拜拜